昨天我們講到 玉陽子帶著正回來的長生堂弟子 要去襲擊那班正派的年輕精英 而這陣子 青雲滿、長生堂 還有天音寺的三派青年高手 正聚集在死亡沼澤的毛底坑旁邊 在你們休息,準備在這邊過夜 當然,正派的這班青年弟子 並不知道這裏有個這麼怪的名字 這片地方,在白日看上來 是一片非常平坦的土地 只有那些長年生活在死亡沼澤附近的村民才知道 在這帶的土地上,中間有一大片的地方 看上來,雖然周圍沒有兩樣都是亂草重生 但是其實,底下他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毛底泥坑 而且由於長期的淤泥堆斥 所以使用泥坑都不知有多強的絕力 如果你說普通人 不時一下子插上去的話 不用一陣子就會被泥坑吸進去 從此無聲無色,在深深的地底腐爛 死亡沼澤之水有個這麼恐怖的名字 就是因為在沼澤之中,這種殺人於無形的恐怖地方 可以說多不勝數 不過,這幫正派的年輕人當然不是普通人 清雲門一行人十幾人 在死亡沼澤走幾日之後 就遇到天音子和墳香谷派出來的那些弟子 於是大家就匯合一處 三派人現在就在毛底坑附近點起了溝火 當他們帶頭幾個再三叮囑師弟師妹 不可以隨意走動之後 蕭逸才就叫上天音子的髮相 墳香的李遜,叫上一邊的細聲商業 這個時候,李遜剛剛聽完蕭逸才說他的擔心 說怕著晚上會有魔教的人來偷斬 他就覺得,這個人不只手腳慢 當然了,清雲門被他們遲了幾日才進來死亡沼澤 而且他的膽還這麼小,何必進來沼澤,去爭什麼寶貝呢? 不過表面上,他當然保持著非常和諱的神色 蕭師兄恐怕有些多慮了吧? 蕭逸才微微一笑,李師兄有什麼高見呢?請說 在下一定洗耳恭挺 看見蕭逸才和髮相都一起看著自己 李遜停一停,接著就說 我認為,自從我們正道三大派進了沼澤之後 可以說的勢如破竹 長生堂派出來的弟子,被我們一再打退 而且,從當年清雲山之戰之後 長生堂的高手死的死,傷的傷 現在就剩下玉羊子支撐大局 其他人根本都不足為女 蕭星說,今晚這時候會危機四伏 這樣嚴重了點吧? 蕭逸才沉淫一陣,才很正中的吧? 李先說的確有道理 但是魔教的長生堂 只是這位門主玉羊子,他的道行就非常之高 只是他一個人,我們就千萬不能看小 而且,長生堂崛起,都名列魔教的四大派 已經有成八百年這麼久 正所謂白竹之蟲死而不疆 而且,他們現在分明對這個死亡沼澤中 這件奇異的寶貝是志在必得 我想,恐慌他們會狗急跳牆 還是小心點好 法相又點頭說 蕭星說的有道理 嗯,我們應該是小心為上 李信見他兩個人這樣說,就不要再說了什麼了 不過他的性格非常傲慢 神色之中,那些不思的神情自然表露了出來 法相看他的臉色 抖抖抖,轉頭望望蕭日財 見到蕭日財,他又行若無事 聽到李信說 按照兩位師兄所說 今晚我們應該怎麼做好呢? 蕭日財微微一笑 李師兄果然名甘 以興台的高材,明天大功告成的話 李師兄應該記住守功 按照我看,兩位師兄 今晚我們不如這樣… 當他們商量好,佈置好一切的時候 夜色又深了幾分 死亡沼澤的夜晚 好像也是濃在黑雲之中 或者每到夜晚 這個巨大的沼澤就會同時升起了一團的迷霧 在毛底坑的附近 那些正派的年輕弟子住宿的地方 現在除了有幾點殘存的溝火之外 一切都非常安靜 連一些聲色都沒有 在黑暗中望去 那些正派的弟子 有些就是整個人縮在衣物之中 將整個身都蓋到嚴嚴密密 看來這幫年輕的弟子 恐怕很多人都是修行未夠 所以抵擋不住這個死亡沼澤之中 一到了夜晚就犯起透骨寒意 長生堂的弟子 現在已經無聲無聲地四面八方 將這群人包圍起來 在黑暗中很安靜地等到玉陽子的命令 玉陽子很冷靜地搬插著前方 然後慢慢伸出他圍的右手 站在他旁邊的孟基 突然說 門主 有些古怪 玉陽子的手停了停 他有點不滿 快要殺上去了 你這樣才突然說這些話 豈不是擾亂軍心 但是 孟基畢竟是現在 在整個長生堂之中 除了自己之外 唯一剩下的高手 所以他還忍著氣 怎樣 孟基也知道玉陽子的不滿 但是猶如一陣 他還說 門主 你看這群正派的小子 為什麼連守夜的人都沒有派 玉陽子抖一抖 然後就說 這些花靈驚 有幾多江湖經驗 這一陣子 我連續施展於兄弟之計 他們早就以為我們不堪一擊 所以根本沒有將我們放在眼裡 沒有派人守夜 這樣都不足為奇 孟基走走眉頭 但是望望玉陽子的面色 始終都沉默了 玉陽子也不再理他 右手一翻 只見一面 一邊黑一邊白 很奇異的寶徑 就是吹在他的手上 跟著飛上半空 在夜空中 畫過一道很耀眼的光芒 所有的長生堂門人 都同時 嘩嘩嘩 那麼吶喊一聲 在夜色之中 那些吶喊聲就 遠遠傳了開去 然後一班人蜂擁而上 帶著無邊的殺意 向著那幫靜派弟子直殺過去 那幫靜派弟子住的地方 本來還有聲明的溝火 可以狠若見到他們大家的身形 誰知 在長生堂門人 一起向著這個方向 直撲過來的時候 突然間 所有的溝火都一起關閉 靜派弟子那邊 只剩下一片黑暗 跟著 一道綠光 一道藍光 一道金光 一道白光 一道清光 五道燦爛耀眼的奇光 在燦黑的夜幕之中 一起亮起 就像刺破瘡窮的利劍 在黑暗的最深處突然出現 向那些長生堂門人 直衝過去 而跟著他們身後 更多耀眼的光芒 一道直撲到地出現 欲揚子一看 當堂面色大變 不用說了 自己中了人家的埋伏 他剛剛叫聲 中啟 但是黑暗中突然發生的變故 小孩那些長生堂門人 帶那些吃著驚 一時間都未來切反應 就在這個電光火石之間 早有準備那幫正派中人 紛紛現身 各自駕起法寶直殺過去 正所謂有心殺無心 當然那幫人佔了太大便宜 而且這幫正道的弟子 個個都是各大門派中的出色傳人 他們的修行道行 或者還比不上欲揚子那麽厲害的人民 但是對付一幫長生堂的人 他是遠遠勝過他們很多了 暫眼之間 這幫正派的年輕弟子 好像撫入楊貧一樣 日向以來 所謂正邪不兩立 正派和魔教在來互相仇視 所以他們落在手上來 也絕對不會容情 只見在夜色之中 各種光芒不斷閃過 很多慘叫聲尖叫聲不斷地響起 血聲之氣四周圍都聞到 飄蕩在這個沼澤之中 在各式的光芒最前面 閃著一道壁綠色的耀眼寒光 正是青雲門龍首峰的弟子 林京宇的斬龍劍 這個從來都未在人前顯露過自己本事的年輕人 現在他又突然顯得這麽耀眼斷目 斬龍劍在轟炎最響之中 一道壁綠的浩光衝天而起 包著他的主人毫無顧忌地 向著長生堂的人群之中直攻過去 這道可以說是整個夜色之中最燦爛的一道光芒 他眼神冷酷 雙眼之中他是有一種堂熱 好像渴望著前方在自己的光芒之下拼發出來的鮮血 當先遇到幾個長生堂的門人 一朝未過就被斬龍劍割成了一盆血雨 其他人見到這麽大驚失色 紛紛地戒發補上前攔阻著林京宇 但是林京宇竟然根本不理他身後功力的敵人 只是眼向前方一直向著人最多的地方中橫衝殺過去 真是銳不可當 他到的地方血肉橫飛 斬龍劍的幫忙過處 肯定有些長生堂的弟子被他踢開幾段 慘眼之間 其他正道的弟子也跟了上來 各自拿出自己的法寶 和長生堂的門人撕散為一處 蕭逸材的對敵經驗畢竟豐富 他一邊衝殺 一邊還有眼尾魚幫 在照顧著各個師弟師妹 一見到林京宇 好像發了癡一樣 不斷地向前衝殺過去 忍著叫聲 林師弟 小心啊 但是林京宇好像根本聽不到這聲的警告那樣 他跟當年那個 硬硬上山學藝的少年 已經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受襲斬龍劍 身化塗魔光 都不知有幾多個長生堂門人 將他團團圍住 但是他居然不定轉頭望一眼 斬龍劍在夜色之中 不斷揮舞 無數的鮮血在他面前 灑落又再騰起又再灑落 已經是撤濕了他的衣服 到了後來 至今有無數的長生堂門人 在他身後不斷地追趕 而在他前面 幾乎沒有人敢抵擋 人人一見到他衝過來就落荒而逃 人在後面又追著他 打算將他折回來 看來 很多長生堂的弟子 都不敢面對這個 好像龐魔一樣的青雲門人 一路到黑暗深處 突然傳了一陣非常刺的聲音 然後白光閃過 有一件圓形的野 急速旋轉著 從天而降 向著林荊宇頭頂直打下去 林荊宇這樣才大叫聲 正在飛舞殺敵的斬龍劍 斬眼間飛回頭 他一手抓住 直刺向天 砰一聲 斬眼至近 斬龍劍的陸幫 和頭頂那件盤旋飛過來的圓形的野 發出的黑白幫忙一撞 林荊宇的斬龍劍 所發出的無人敢抵擋的陸幫 居然被一黑一白的兩度奇幫 強硬押了下來 林荊宇這樣才面色一變 知道終於遇到長生堂的高手 在半空之中 那件法寶看上來雖然不是那麼起眼 但能夠將斬龍劍風銳無比的劍王視若無睹 還帶著沉沉的壓力壓下來 顯然 這個人的倒行絕對不是自己可以抵擋 林荊宇的面色 隨著那個圓盆壓下來的壓力 又白了幾分 他忽然大一下 整個人倒飛出去 砰一聲 那個圓盆大地下 將圓來站的地方打出成像幾厚的大坑出來 這個力度是多麼大 多麼狠 顯然這個人 對林荊宇可以說是憤恨之極 林荊宇一跳 跳回背後 身後的青雲門人已經看到了 紛紛上前接應 但剛才他肆無忌憚地衝入了長生堂的人群之中 周圍都是敵人 還沒等他站穩腳半邊身來一陣劇痛 原來斬眼之間已經被三四把兵器一齊斬中 林荊宇眼角一抽搐 居然沒有屍豪的退縮畏懼 斬龍劍的光芒 在自己的鮮血飛沙之中更加耀眼奪目 正讓他周圍一損 當堂的慘叫聲四起 一三四個長生堂的弟子梁槍後退 不是被他斬斷手臂 就是被他打斜在肩頭劈了劍 眼看著一個個肯定都沒命 長生堂的人 見了這個人受傷之後 自然這麼勇猛 大得膽戰心驚 再加上那些正派的弟子不斷殺過來 長生堂的門人不敢亂戰 立即向後退 退回到剛才打退林荊宇的人身邊 只見在打退林荊宇的地方 玉陽子在黑白兩道光芒之中慢慢現身 他神色都不知道多麼僧靈恐怖 還變一平日那些神仙姿態 這個時候 兩邊激鬥的人漸漸停了手 長生堂的門人逐漸站到玉陽子的身後 靜派的年輕弟子也站在一起 蕭日財發相 理信他們幾個人站在最前邊 前面 玉陽子狠狠地盯著這幾個人 他剩下的右手 緊緊緊握著自己的法寶陰陽鏡 握到手上的青筋都現出來 本來自己想著 今晚來偷襲這幫正道的巴林慶 誰知被這幫人撞了自己入領 他粗略地看一眼 只是斬眼那麼久 長生堂已經損失一成三分之一的人手 而正道弟子那邊幾乎沒有損傷 只是臨經雨被人斬了幾刀 受傷的最重 但是顯然也沒有什麼性命之憂 李信望著前面 魔教長生堂的人 目光一閃 忽然跟世世星說 蕭星果然神機妙算 再下佩服 蕭日財就小笑說 只不過有這麼巧巧 以後還有很多地方 要借重李師兄 希望李師兄 一定要斥教 這個時候李信用邊敢這麼傲慢 立刻小聲再掀開幾句 蕭日財吸了一口氣 望著前面大聲說 玉陽子的前輩 怎麼說你都算是前輩高人 長生堂又名列魔教的四大派 為什麼居然今天 用了這麼下流的手段 都不怕天下人恥笑 蕭日財一聽就發火了 你們這些所謂的名門正派 不是一樣埋伏過來 裝他們入領 居然在那裡大言不殘天 蕭日財嚇一笑 正氣想言地說 我們這些年輕人出門在外 當然要小心些 防備一些奸邪小人的暗算 誰知道 原來我們只是防備下流賤格的小人 誰知道原來等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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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年紀 蕭日財小過玉陽子很多 但是池鋒銳利幾句說話 當堂將玉陽子說得七笑生煙 他大口聲當先撲出來 後面的長生堂門人 看到門主出手了 也跟著紛紛殺出去 蕭日財和這幫盜行出眾的弟子 馬上就將玉陽子摺下來 其他人又殺成一片 本來 以玉陽子的修行氣度 就不是那麼容易中到蕭日財的激象法 只是見到長生堂 剩下的一些實力 現在又選擇了那麼多 心裏都不知道多麼心痛和憤怒 那片片的消耗日財 雖然是笑口誓誓 但是句句說那些腰心腰肺 一下子怎麼忍得那麼多 就算旁邊的孟姬還保持一點清醒 還想勸他 但是玉陽子已經忍不住衝出去 但是玉陽子能在長生堂門主之位那裡 坐了一整百年這麼久 當然也有他的真本事 就算在十年前 在青雲山一戰之中 被朱仙劍斬了一隻左手 選擇了不少的法力道行 只不過 只是蕭日財一個人 也絕對不是他的對手 不過 這陣子已經生死相搏 又怎麼會有客客氣氣 互相鬥發的情形出現呢 所以蕭日財在當中 發射在左邊 尼詢在右邊 三個正派之中 年輕一輩裡面最錯識的三個人 折著玉陽子打在一起 玉陽子奮起神威 單手獨臂 以一滴三 手裡面的陰陽鏡 那劍法寶奇幻目測 忽然黑光射出 忽然白光牽引 蕭日財他們的仙劍法寶攻過去 不是被玉陽子的寶鏡擋開 就是被他們順手一拉一扯 扯迷一邊 根本就埋不到身 更加厲害的是 陰陽鏡白色的面 反轉過來的時候 居然會將他們三個人的法寶 震回頭 反攻回他們的主人 三個人開始的時候 想不到這件法寶有這麼神妙的功用 幾乎是滑底 尼詢的左手 更加被自己的法寶 九陽赤插了一下 差一點 就是和玉陽子一齊 做了一個獨秘人 這一刻 三個人都不敢大意 仔細應付 但是玉陽子以一滴三 依然穩佔上風 他那身道行功夫真是厲害 不過玉陽子自己的道行很厲害 但是手下那幫門人的道行太差 面對著那幫資質法寶 個個都是非常出色的正道弟子 雖然人數被人多得多 但是反而已經落在下風了 除了天音子那幫僧人落手的稍微輕一點之外 青雲門和魔甲仇心似海 所以門下的弟子落手都非常凶狠 而墳香谷那幫人 都不舒適在青雲門幾分 玉陽子被這三個人一纏住 雖然是佔上風 但是一時間是脫身不到 激鬥之中向四面一望 哎呀 只見除了孟奇他們少數幾個人 還苦苦支撐之外 其他那些一般的門中 已經沒有鬥志 傷亡波般 孟奇這時候正在一招 打退了墳香谷的弟子 面上非常焦慮地向玉陽子大聲叫 門主頂不住 玉陽子聽到 哎呀不敢咬牙齒 像是憤恨之極 但是看著這樣的情形 都知道大勢已去 再拼下去 長生堂剩下來的最後這股力量 恐怕也要徹底撞送在這裏 他咬著牙 開了聲說 各人先退後 我來斷後 就是這個時候 在黑暗中的遠處 有幾雙眼 亦都是各自閃著不同的光芒 盯著玉陽子這一邊 這幾雙眼的主人 當然就是獨公子秦無掩 血公子鬼勵 和那位妙公子金平兒 各位 肉之厚是如何 我們明天再講 解話諸仙 在這十年裏 鬼勵始終 他有一個 就算連鬼王這麼精明的人 都看不穿的秘密 就是他越修煉鬼王傳授 給他那兩篇魔教的天書 平時越來越多運用那些細魂棒 去吸人魂魄精血來殺人 這些細血珠和涉魂棒裏面 所潛藏的那些凶狠的魔性 就是越來越多灌進他身體裏面 使他整個人都變得更加殘忍豪殺 甚至有時他會發現自己幾乎控制不到自己 甚至有時一想起迫言 想起以前草妙村的那場血案 他心裏面的胸意更加大性 同時他會雙眼通紅 細魂棒裏面的魔性 即時會侵入他的身體 甚至要控制著他的神智 使他變成一個 只懂得殘忍豪殺的窮人 但幸好每當緊要關頭 當日陸美爾 送給他的那一面墳香的自保元火鑑 上面就會傳來一股 純正聞口的陽光之力 漸漸將細魂棒湧入身體裏的魔性 逐漸逐漸抵消 同時他修煉的太極元清道 和大凡波野宮 這兩種佛容和道家的無上真法 也都是越來越元素深厚 這些佛力道術 才可以稍微化解了 那些洶湧以來的空意 但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這樣還可以支撐多久 所以 連鬼王也都不知道 自己這個身邊的第一外將 原來 在這十年來 他是日日夜夜夜 都陷入在天上的邊 在這十年來 他是日日夜夜夜 都陷入在天上的邊 在這十年來 在這十年來